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定要抓住那小贼 跟他老爹他不好动手 跟慕容一轩他可不会客气 更何况这个号称耀日国第一天才的慕容一轩 早就想跟他较量一下了 因此他出手招招狠利不武杀机 见那黑衣人的身手竟丝毫不逊色于慕容一轩 凤霄暗自震惊 这芸月城何时来了这么个高手 要知道慕容轩的实力修为可不是一般能应付得了的 刚才没看仔细 如今细看 为何觉得这黑色的身影有几分熟悉 心下疑惑着 正沉思就被一道声音打断 爹爹出什么事了 凤青哥快步来到他的身边 见到那在屋顶上交手的梁某身影 不由睁大了眼睛 居然有刺客进我们家来 他 他是来干什么的 爷爷呢 爷爷没事吧 你也不见了 什么 爷爷不见了 他一惊 惊吓有些疑惑 老爷子怎么会不见了 莫不是被谁掳走 可掳了他 又能做什么 而且 还能仿若无人般的 在凤府掳人 那一人的身手 也太诡异了吧 拳脚相机 发出双双气流与众小 一黑一白两目身影 身上都弥漫着浑厚的旋律气息 两人的攻击都没有留情 招招狠力 让下面的众人 看了都不由心惊胆战 暗自震惊于那名黑衣人的身手高强之时 就见那黑衣人一记悬身侧踢 横扫而过的腿部 甚至还凝聚着一股肉眼可见的凌厉气流 以这掩耳不及的速度 踢下 不容一轩闷哼一手 身体失去平衡的 从屋顶跌向地面 他迅速调整 脾气平衡着身体落地 被他站稳后 再望上去 只见屋顶上的黑色身影 朝他扫来 那目光竟让他觉得 有几番熟悉 一时间 因争冲而失神 快追 凤霄见的黑衣身影 飞略着离开 那黑色的身影 迅速消失在夜色中 当即命着护卫前去追捕 凤府护卫的速度 又岂能追得上凤脚 他自出了凤府后 便没有停留地略行着 将身后之人 远远地甩开 回到院外附近时 才将空间里的老爷子 带了出来 扶着他跃入宅子 来到内院 小九 怎么样 可还顺利 关系岭和冷霜 在院中等着他 一线他回来 连忙迎上去 将人接住 还好 先扶进房里 冷霜 你在院中守着 进了房 关系岭将老爷子 放在床上 看着昏迷消瘦的 凤老爷子 他不由回头 去找凤九 小九 你爷是怎么了 怎么整个人 这么憔悴 哥 你给我打盆清水 过来先 说话的同时 他在床边坐下 重新将爷爷的身体 再检查一遍 而后 取出银针 放在一旁 关系岭打来清水 放在旁边 而后守在床边看着 也没打扰他 就见他取出银针 将那爷爷的 十只手指 全部刺破 而后放在水中 还一边挤着血 看到那盆水 被颜色微尘 泛着乌黑的鲜血 燃透 他不由倒抽了口冷气 你个恶毒的女人 竟然对你爷用毒 她是个用毒高手 要不然 也不会那么多医者 没能检查出来 再换一盆水 好 关系岭 再度去端一盆 清水过来 换下那盆血水后 这回 见流出的鲜血 渐渐地恢复 鲜红的颜色 便问 这毒是解了吗 还有余毒未消 他见差不多了 这才示意移开盆子 将沾着血水的手 擦拭干净 给他盖上被子之后 走到桌边 哥 天亮你按这张单子上的药去抓 分几个地方抓药 那 关系岭接过后 看了一眼 点了下头 行 天亮我就去抓药 凤卿哥的院落中 竹子 那兄妹的身份 查清楚了 说 那男的叫关系岭 是云月城关家二方的人 只是前段时间 跟关家闹翻了 自寝出足 自立农户 现在住在城南一处宅子里 至于那个女子 调查不出来历 只知道是关系岭结拜的妹妹 没人见过她的容颜 因为她一直用面纱遮着脸 文言 苏肉云眼中 划过一抹阴狠的杀气 一个不知来历的狐妹子 也能让慕容一轩丢了魂 真是好本事啊 从独门中 掉几个人 把那姓关的给杀了 至于那个女的 给我抓回来 我倒要看看 那面纱下 是一张什么样的容颜 是 另外 查一下老爷子 是被什么市里的人给掳走了 若是找到 直接在外面解决 是 一个爱手爱脚的老头子 若是识相的话 他倒不至于杀他 可偏偏人都那么老了 还有着一双精明的让人厌恶的眼睛 既然爱着他的事 那就别怪他不灭那点情分了 四日 清晨 当凤老爷子 缓缓醒来之时 就见床边趴着个人 微侧过来一看 那张被毁的容颜 就那样的映入他的眼中 想到那个女人说的话 心中一阵纠疼 老泪不由地湿了枕头 看到他被毁的容颜 已经让他心疼内疚不已 可当他听到当时那女人说 拿着一把刀一把刀地划开凤丫头的脸时 那种心痛更是让他难以抑制地化为怒火与悲愤 他的凤丫头呀 那样一个听话的孩子 竟受了那么多的罪 让他这个老头情何以堪呢 枯瘦的手微微颤抖着伸出 想要轻轻扶上他脸上的那些疤痕 却不料 还没有碰到他 他就醒了过来 凤丫猛然间醒 警惕地坐起身来 见老爷子正无声地哭泣着 雾油微微一正 爷爷 您怎么哭了 是不是身体还不舒服 孟丫头 爷爷 爷爷 对不住你啊 老泪纵横 又悔又痛 若是知道闭关几个月 竟会发生这样的事 他是无论如何 也不会闭关修炼的 凤丫露出一抹笑意 将他扶起来 靠坐在床头 爷爷 您别这样 我现在 我现在很好 这真的很好 为了转移他的注意力 不让他继续自责 他便问 爷爷 您回去后 到底出什么事了 您吸入了 您吸入了有兴奋作用的药 而且 身体还中了毒 兴奋作用 是那个女人 当时我去院中想将她抓起来 可她趁我不注意 撒了一些药粉 被我不慎吸入 又说了 说了我的脸被他划破 被他折磨的事 激怒了爷爷 没错 我当时听了很生气 只感觉一把火 呼的一声冲上脑门 理智就有些不受控制 对了 我怎么会在这里 我不是被关起来了 虽然当时没有理智 失去控制 但他的意识 却是有几分清楚的 但是怎么来到这里 他却不知道了 自然 是我把爷爷带出来的呀 可是 好了爷爷 已经出来了 您就先别想那么多了 您身上还有余毒未消 现在这里调养好再说 我去端碗粥过来 给爷爷吃 见他转身往外走去 凤老爷子微正 把他从凤府带出来 这不太可能吧 凤府是什么样的戒备 没人比他更清楚了 院中的冷霜 见他出来 便迎上去 主子 冷霜 你去厨房看看 青娘将粥熬好了没 端一些过来 是 他应了一声 往厨房而去 冷霜走出去后 关锡领则走了进来 小九 要我买回来了 已经交给青娘在熬了 对了 我今早出去买钥匙 看到凤府的人 在四处找人呢 你说会不会 找到我们这里来 放心 就算找到这里来啊 也没事 不过这段时间 多注意一下他们的动静 你放心 这是我知道的 你也醒了没 醒了 他一直在内疚自责 说是他没有保护好我 唉 走吧 进去看看他 顺便我呀 给你介绍一下 好 关锡领点了下头 跟着他往房中走去 进了房 就见他靠坐在床头 不知想着什么 爷爷 凤老爷子回过神来 看着走进来的两人 目光自然而然的 落在关锡领的身上 暗自打量着 凤丫头 她是 晚辈关锡领 见过凤爷爷 爷爷 她是我认的异性兄长 我平时都管她叫哥哥 她帮过我不少 人挺好的 我的凤丫头 成蒙小兄弟照顾了 凤爷爷严重了 傍晚 关锡领来到院中 小九 你爷爷醒了没 喝了药后睡下了 怎么了 有人盯上我们了 只是不知道什么人 怎么说 府外有人踩点 而且我出门发现 有人在暗处盯着 听到这话 她微顿了一下 交代着 你和冷霜 按着平时的样子就行了 该出门就出门 另外 正清娘和钱月的几个婢女 天侧一暗 就回房待着 听到什么声音也别出来 我现在过去交代 你在这里要小心点 我知道 她笑着点了点头 倒是有些想知道 这到底又是谁盯上他们了 毕竟 自徐府被灭门 这逾越城里的各方势力 可都安分守己 也没有敢轻易惹事的 虽然不知道是谁 但她相信 很快就能知道了 是夜 凤酒点了她爷爷的睡眩后 便来到院中坐着 与关系领再下着棋 冷霜则守在房中 并没有出来 也许是觉得 这宅子里的几人 根本不足为惧 因此 八抹黑色的身影 悄然潜入 指着掠向后院主人院 一进后院 掠上围墙 就见院中的两人 正坐着对弈 男的杀了 女的抓回去 生寻的 谁 是 来 这 这 还